Nada, This is Derek 今天沒有1999 因為正如標題所說 我又辭職了 所以我現在確實成為了一個死廢青 如果你有看88日中南美 你也知道我是辭職去88日中南美的 其實回來後我是有工作的 即是沒有錢 但是為什麼我現在辭職呢 是不是因為我發達呢 我也想是,但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就來分享一下我的辭職故事 以及88日中南美 究竟對我有什麼啟發 其實我之前是做什麼的呢 我之前是做一個Self Engineer 我也以前是一個非常好整理的人 即是由中學我已經知道 我自己要做這一行 所以我就選擇理科讀 也去到大學我會選擇一科 也經常聽到一些大學先生說 若要生活好,一定要做師父 所以很順利成章 出來做這一行 讀Master,讀這一樣 可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大瞬間 要去決定辭職呢 就是要追溯這個遠古時代 即是2018年的年尾 去到每年的年尾 每年頭 我相信大家都會問自己 到底在過去的一年 有什麼為了 我也不例外 我也問自己 我當時想了幾天 但我答不到自己這個問題 答不到的原因 因為我沒有達到什麼 例如我現時去制職 我校了入學會 我路也比其他人走得比較順 我详细就不说了 而是我发觉 我真的不太喜欢Civil Engineering 这件事我大概做了两年之后 我已经意识到 因为Civil Engineering在香港 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行业 很多东西都要跟着 跟着法律 就是你现在要建房子 虽然你不跟也不会想的 有Fact of Safety 总而言之 每一句说 就是没有什么创意的行业 也转句话说 就是这个行业是一个 经验based的行业 例如你有三年的经验 你就可以做这个位置 例如有五年的经验 你就可以做这个位置 十年的经验 你就可以做这个位置 那当然你也要做得到 所以设定完整的行业 其实我觉得这行业 对我来说 我觉得是很没趣的 既然我都知道 我去到某一个年份 我都会去到某一个位置 那我还有什么憧憬呢? 所以我觉得Civil Engineering 我做了两三年之后 我觉得很沉悶 好像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 每一样都是等时间过 而你就可以去到某一个位置 而最可怕就是 那时候我回答这条问题的时候 我已经预测到二十年后的自己 就是我那时候的老板 一个我不想要的人生 所以我就在想 究竟为什么我要花我一小时的时间 就是没有一小一大半小 去换一个我不喜欢的人生呢? 所以那时候的我 就迟了职 去了一趟88日的中南美 就诞生了你们所看到的系列 其实你不要以为我经常都会自己去旅行 88日中南美是我第一次自己去旅行 还要是第一次背包 就去到地球的另一边 其实我也很害怕 一开始去到墨西哥那时 但是我觉得挺有趣 去到地球另一边 香港人或者亚洲人 都未必去到的地方 不如用相机记录一下 其实我当时 我已经对这个摄影 和影片创作我有兴趣 在旅程当中 也做到很多不同的挑战 例如走四天三夜的山 例如去亚马逊给蚊咬 例如四点钟在巴士站猛屎 起初这个旅行 我其实也没有想到 我要得到什么 我只是想让自己沉淀一下 回来就继续拨打破平頸 但是因为这88天 给了我一个时间 我去沉淀自己 我和自己聊天 哇 说到自己和自己聊天 我认清自己 是不是真的喜欢 CV Engineering 这一行 其实我一开始做CV Engineering 这一份工 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份工 每一天 就是由九至 可能去到第二天 到九点 你每天就是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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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星期六天 就很累 又要休息 去到星期日 晚上就 明天要上班了 很累 星期一至五又继续做 其实每天的生活 就是重重复复复 重重复复复 所以为什么 我去到2018年 问自己 我答不到这条问题呢 就是因为我发觉 原来我头几年做CV Engineering 我都是一路做做做做做 我根本就没有思考过 究竟喜不喜欢这份工 而其实很多 在做这一行的人 在我的生涯里接触过 唉 其实我都不是真的那么喜欢做的 想不到就先做 但是呢 我就不是一些这样的人 如果一样东西我不喜欢做 我是不可以做下去的 我就是会觉得 为什么我不去找一样 我喜欢做的东西去做呢 在这个旅程 其实我就遇到很多不同的人 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例如有瑞典 英国 非洲等等 而这些人 其实跟你在香港生活 做事的人 遇到很不同 就是你在香港做事 你来来去去 例如放假 你其实都是见回 你以前的同学 跟你工作上 息息相关的人 所以他们无论给你 什么提示 都是跟自己的经验 差不多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旅行 有很多人 就是他们来自世界 不同的各地 有不同的价值观 给到的提示 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是认清了 原来这个世界 我就算做这个影片 就算做这个摄影 我都能找到吃的 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兴趣 变成我的职业 也都你们常常问我 究竟非洲人看法了我什么呢? 其实我那时候 都很困难的 因为香港 其实是一个 比较专业的一个城市 就是你有一份专业 你找的人工 就一定会比你 没有一份专业的目标 所以我那时候 抉择就是 究竟我 如果做一个创作 我可不可以 找得到 工程师 找到的钱呢? 但是非洲人 一直都押忍我 一直都说 你应该是向自己的 passion 出发 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因为这个是 life 这个是你的人生 你不应该去浪费你的时间 去做些你不喜欢做的东西 当然 我回到来 我没听他说 因为我回去做本学 我也很幸福 我找到我的工作 因为我没有钱 你都知道现在疫症的经济环境都不太好 但是其实由1月回到9月30日 就是我辞职的一天 我都觉得上班是一种折磨 因为我已经很清楚 究竟想做些什么 以后 而继续做 civil engineering 我只是为了钱 我是一个没有灵魂地工作 例如你的人在讨论一些曲子 例如说什么 例如这个要跟什么 regulation 跟什么instruction 我真的没有兴趣知道 唯有开心就是每天放工 放假 我可以剪片 我可以做创作的时候 那为什么这么决断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我开始发现我自己 慢慢变回做 未去88中南美之前的自己 一路就是继续做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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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粮做事拿粮 但是真的不是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只是慢慢地等时间去过 那更加更加就是我已经26岁了 我知道如果我现在不去试 我30岁你叫我去试 我都不会去试 所以最后我就辞职了 那经常听到那些人说 哎 跳出个舒适圈 跳出舒适圈 你都别说不怕 就是我现在跳出了 我是很害怕 我从来没试过那么害怕 就是上一次我88中南美之前 我辞职 我不怕的 因为我知道我回来 我会找回我同一个行业 但是今次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才会回去做 也都可能成小时都不会回去做 也都可能明天收起来就要回去做 所以我绝对明白 跳出舒适圈是一件很难的事 不过都是那句 就是我如果现在不做 我知道我过多几年我不会再做 那未来我究竟有些什么 planning 其实未来我就会更加专注 在影片創作和摄影上面 也都会有更多的 content 在YouTube上面 我自己也都开始写88中南美的游记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一些我没有发布的照片 或者很多其实我影片之后 我交代不了的东西 记得去info box的连续 那里看的游记 或者去follow我的facebook 我都会发布在facebook那里 还有我还有很多很多 plan 其实我现在就不可以说了 那你们subscribe 那你之后就会知道了 以上就是我这个辞职故事 为什么我会放弃师傅engineering 而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很多人就会在他成功或一失败之后 才跟你说究竟他成功了还是失败 但是既然这条是我的频道 我就想把它变成一条小小的documentary 等大家见证一下 可能我明天就收到皮回去做 但是我自己觉得 人生就是要你不知道未来才好玩 例如有很多人经常问 你有部时光机 你想回到以前还是回到未来呢 如果是我 我一定是回到以前的 因为当你知道未来是怎么样 你就不会有动力去做 你就不会博杀 去拿到你想拿的东西 所以人生就是不只好玩 因为Life is an adventure 拿着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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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